好下面这个图是月经周期中各基数浓度变化的一个图 好那以下面的叙述中何者是错误的 问错误 先看下面这几个图 你们有发现我们要判断这些基数变化 来判断你是什么基数 其实是有机可循的 大家怎么说呢 你看到在这个整个月经周期的正中间 就是第14天嘛 在14天前会有两个基数突然间暴增 这两个基数是脑垂线分泌的FSH和LH 好所以你看在这个曲线前被 会有暴增的是谁 是乙跟饼 是乙跟饼 看到吗 乙跟饼 好那我们先看乙哦 呃跟饼 呃我先看一下哦 曲线有没有看到哦 好 呃 呃 呃 我判断一下 我要判断一下 好 好 好 我弄错了 不是同路啦 乙丙之外 这个甲也这边也报增啦 所以有报增也有甲 所以我直接把乙丙去看不对 甲也上升啦 好大家来了 我跟大家讲怎么判断 首先你要知道这些技术 它分泌出来是为了什么 在整个月音周期一开始 我们的脑椎线 是不是要先分泌FSH 让卵巢中的绿炮开始发育 所以FSH叫绿炮次技术 它是众多技术当中最先分泌的 它引发整个月音周期开始进行 所以甲就是FSH 因为它一开始量有增加的情形 它促进绿炮开始发育 好所以甲我有了 好接下来甲在这里 然后接下来是谁呢 请各位看一下 看一下饼 怪了吼 饼是一个很高的高峰 它是高峰最高的 它就是LH 因为它暴增促进排卵 刚好在14天 好所以我先从这个甲跟饼判断它是LH 为什么我会知道 为什么一下子判断出来 大家因为另外两个基数比较下游的 卵巢分泌的动情素跟欢驴素 它们有一些很棒的特色 可以让我判断出来 首先掀开动情素 动情素在前面 卵巢还是绿炮起的时候会分泌动情素 当卵巢到了后面叫黄体起的时候 也分泌动情素 所以动情素会有两个高峰 你看鞋哦 这边一个高峰 这边又一个高峰 所以鞋就是动情素 我就判断了 另外呢 另外一个基数也很好判断 就是钉 为什么我知道它是谁呢 钉只有在后面才上来 它在前半部时间完全没有 因为它是由黄体分泌的 在前面叫做绿炮起 还没有黄体啊 所以钉是黄体素 所以卵巢所分泌的动情素跟黄体素 其实比较好判断 你可以先把它抓出来 因为动情素在绿炮起会分泌 黄体起也会分泌 它在前跟后各有一次高峰 但是黄体素只有黄体可以分泌 所以黄体素只有在后半段有高峰 前半段都没有 所以我是不是把动情素两高峰 就是鞋 那黄体素只有后半段 一个高峰 就是钉 我就把乙跟钉确定它是谁了 好剩下再来看 那剩下就是钾跟饼了喔 钾一开始就有高峰 FSH 促进绿炮开始发育 剩下没有人选择就是饼 而饼的判断方式其实是指 谁的那个增加比较陡峭 因为它是促进排卵的 它的那个浓度上色是非常剧烈的 所以你看饼是不是一个很陡的高峰 它就会是LH 那这样我们这四个基数 就可以由这四个区域判断 哪个区域是哪个基数了 我再讲一次他们的判断准则 我建议各位 卵巢分泌的动情素跟黄体素 比较好判断 因为动情素是前面的绿炮会分泌 后面时期的黄体也会分泌 它会有两个高峰 前一高峰后一高峰 就是这个啊 一高峰二高峰 而黄体素只有黄体可以分泌 所以它只有后面有高峰 前面是没有的 好 然后剩下的FSH跟LH怎么判断呢 一开始先增加的因素FSH 促进卵巢绿炮发育 引发整个月婴周期进行 而LH是在排卵前很剧烈的高峰 那这就是LH 所以我就知道谁是谁 好我们来看犬项 A犬项 妇女怀孕时 丁这个基数可继续维持 没错 因为黄体素让子宫内膜增后 维持你怀孕的状态 因为这时候这个怀孕的妇女 那个黄体会一直保存的 黄体会一直保留到生出小孩 因为黄体分泌的黄体素 保护的子宫内膜继续增后 所以A是对的 好 B选项 怀孕期间 甲跟饼的基数不会下降 甲是FSH跟LH 会不会下降呢 各位 会 我后来发现这一题好像抽出范围 我们好像没有教怀孕 那你在怀孕的时候 你的黄体素浓度很高 动情素浓度也很高 这是动情素 这两个基数浓度都很高 动情素 这两个动情素 黄体素浓度高 它会回来 抑制掉FSH 和抑制掉LH 所以一个怀孕的妇女 她的动情素 黄体素很高 但是FSH跟LH很低 是个很特殊的状况 所以你去抽血 看一个怀孕的妇女 动情素 黄体素的度超级高 但是FSH跟LH 被回馈抑制了 所以甲跟饼的基数 会下降 被回馈抑制 被回馈抑制 好 所以这一题B是错的 答案是它 是一个像甲是谁 甲是FSH 它会不会调控乙呢 乙就是动情素 会啊 因为甲是FSH 它作用在绿泡 而绿泡分泌动情素 所以上游控制下游 合理啊 FSH控制着绿泡的发育跟分泌 而绿泡就分泌动情素 所以C是对的 那钉是黄体素 黄体素由黄体分泌 对啊 所以这一题答案 就有B是错的 那这一题我觉得今年 如果考出来会有点麻烦 是我上课没有教怀孕的情形 以前会教 我不确定 但是我以前都会教 如果你怀孕了会发生什么事 小朋友如何 让妈妈的黄体维持住 而让他的子宫脑继续维持很厚 而不要流产 可以啊 我们有空就来讲 怀孕时会发生什么事 好 这三个题 我今天就会听得出了 通过一题 我们下课